你不管它是一个对于你知识的一个refreshment 还是说对于你内心从业的一个对于合规的一个警示吧 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 就是说时不时的回去看一下课本看一下理论 都是对于你实际业务中是有帮助的 大家好,我是莱特金锐地产的Alvis徐 我的focus area是Opferl和多伦多的downtown 所谓尽量值得就是你不要怕麻烦 比如说你在招作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的credit report 会收到很多的reference letter 会收到很多的申请材料就是rent application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拿到了看一眼 比如说它的credit是一个excellence 我就相信了它的这个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说把大家都往坏的方面想 但是这样的fraud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那你作为一个经纪 其实reco的compliance就已经要求你说 针对每一条客户提供边的信心 你都要去做验证 比如说我代理房东招租的那些 我觉得我的schedule A可能是最阵最长的 然后甚至有的co-offered agent看到了会比较头腾 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跟John,Ivet还有Leo 他们经常原来一起在公司会讨论一些 关于租客方面如何规避风险的问题 比如说前几年大马还没有合法化的时候 如何去说规避掉一些关于大马屋的一些问题 大家会加一条schedule进去 与此同时你还需要考虑到 因为这边也比较重视一些privacy和human rights的问题 你的一些语言的总值 包括你在筛选租客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想要尽全力的去规避掉这些 可能会对general public有一些offensive的内容 我就说你是用prefer不能养宠物呢 prefer没有宠物呢 还是你prefer事先disclose呢 还是说你在跟他直接见面的时候 用口罗的协定呢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经济 其实我觉得只要花了时间 风险自然会离你比较远吧 这边的实际课程上的内容 和你的业务操作的贴近程度还是很高的 我觉得 甚至我们在从业过程中 会回去看一些书本上的知识 你不管它是一个对于你知识的一个refreshment 还是说对于你内心从业的一个 对于合规的一个警示吧 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 就是说时不时的回去看一下课本 看一下理论 都是对于你实际业务中是有帮助的 然后从你经营个人的branding 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偷懒 然后要变得非常的外向 就是要抓住每一个 可以和客户有交流的机会 不是说去 因为我觉得精锐大部分人 都不是那种hot sales 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可能更多是说 还是立足于和客户发现一些过敏点